为了争取客家委员会地方记忆空间计划 花联市公所在幸福台九县专案办公室的协助下 16号特别邀请到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副理事长 潘依儒前往主农理公园进行勘查 期待结合主农理有名庄康乌搬家的历史 透过建筑工学、都市空间、景观美学三大主轴 在塑造自然与环境的同时 也传承花联市客家文化与记忆 主农、主安及主合理一带就成为有名庄 是花联市客家人居住密度最高的区域 过去康乌搬家的历史更是不少在地长者的共同记忆 为了打造纪念空间并完善基础文化设施 花联市公所16号特别在幸福台九县专案办公室的协助下 有请到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副理事长潘依儒 前往主农理公园进行勘查 所有的事情如果要一个主要的印象 它必须是视觉性要有感觉 那现在就是说以视觉来讲 那它就是一个有树有灌木的公园 那它没有特别的感觉 那如果说我们要去振兴一个 比较属于这种民族文化上面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需要稍微刻意的做一点事情 那这个地方呢又有一个这么棒的泳泉 那我们把这个水变成是 以前是灌溉 那我们现在让这个灌溉这件事情 看看能不能让大家还能够缅怀以前的历史 那我们刚刚在大家在聊天在谈说 也许踩水车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办法 就让大家有共同去努力 让这个水循环 那这个水循环可以为这些植物滋养 然后呢我们又可以觉得说 我们有一些参与性的活动 小朋友大人可以玩得很开心 让这个地方变成是真正的社区中心 主农理工园坐落在活动中心旁 配合福气站联合理办公室 以及市立图书馆乐陵馆 是不少社区民众修器的空间 多年来在里长刘冠宏的用心维护下 园内的树木生长得相当苍翠茂盛 我们要谢谢客委会 我们首席顾问潘一如 我们的景观设计大师 来到我们这边来做一个 给我们一些意见 给我们一些规划上的一些意见 那我们也希望在主农社区的这个部分 能够未来能够打造成 老少嫌疑的一个地方 那加上我们客家的一些印象 我们抗物搬家的印象 能不能成为我们全花莲县 能够让客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修器的一个地方 我想我们未来会持续的来努力 客行所长简定文表示 华联市公所将持续积极 向客委会争取各项计划经费 希望打造主农礼 成为客家聚落 既传承客家文化使命的重点地区 未来也期待结合社区 周边的学校店家 推动客家文艺复兴 记者许立琴华联市报导